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企业所得税 最后一节内容的学习 关于征收管理 这节呢是作为一个非重点 那考试中个别年份里有过这种考点 基本上呢考点要是有也就在一个地方 所以在整个这一节的学习中 我们就作为一个知识点来说一说 征收管理对企业所得税而言的 这个时间啊地点啊 以及一些特殊性的规定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的 就是企业所得税它的纳税地点 应该是居民企业为注册登记地 那如果说是注册登记地在境外 在中国境内不是也有实际管理机构 也算居民吗 那这时候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就是纳税地点 那作为居民企业 可能还在中国境内设立了 叫做不具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呢 这时候营业机构是不是纳税地点呢 那我们不能那么说 只能说它是有预缴 但是呢 由于法人纳税 所以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总机构所在地 所以它叫汇总计算 好那关于企业所得税 它的纳税期限 我们税法规定 企业所得税是按年计算 但是不能够是按年交 因此呢 它按年计算分月或者是分计来进行预缴 年中呢 我们进行汇算清缴 最后这个多退少补 因为你有可能是平时有预缴 但是最后全年的结果呢 全年的结果遇到特殊情况亏损了 这个时候呢 它是多退少补的 另外我们是自年度中了之日起呢 叫五个月内来进行什么呀 汇算清缴 所以五个月内 那就是到5月31号之前 那如果说是企业清算呢 那清算期就是一个纳税年度了 那关于企业所得税 我们同时也要清楚 就是它的这些纳税调整 它都是通过纳税调整表 那这些表格 其实都是我们要进行申报的 所以无论你是赢是亏 该申报都要进行申报 那在月份或者季度中了15日内 你预缴的时候要进行申报 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亏损了 那我就不申报了 申报是纳税人的义务 好 那我们同时呢 也提到在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 你的会计的报告 以及相关的资料要一并上报 那作为企业所得税当中 涉及到了 那就是像非居民 是吧 它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 要由支付人作为扣缴义务人 所以由支付人来代扣代缴 这个企业所得税 以及呢 非居民在境内取得了工程作业 或者劳务所得 是吧 应交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指定这个扣缴义务人 那么扣缴义务人的有关规定 谁是扣缴义务人 这跟增值税说的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这个叫做境内的购买方 境内的支付方 好那作为扣缴义务人 每次代扣太缴的税款呢 应该是叫7日内 自代扣之日起7日内 来进行这个报送 好那作为解锁的税这一节 我们说在以前年度 唯一有过考点的 也就是这个第五个问题了 叫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的 解锁的税征收管理 那作为跨地区经营 跨的是什么地区呢 跨的不是县市 跨的是省这一级的 这样的跨地区经营 无论你的总机构 以及下面的分支机构 是吧 是相隔多远 如果就在隔壁的临省 那一样也是按跨地区经营 那它的基本规则呢 那就是总的来讲 法人纳税 所以呢总机构纳税 但是分支机构 在这个经营地来进行经营 你使用了经营地的 这个地方政府 所提供的公共资源 所以你也要在分机构的所在地 有预角 因此我们采用的 叫做统一核算 是吧 总分机构盈亏上 它本身是统一核算 法人它是一个法人 同时呢 就是分级管理 那分支机构叫就地预角 最后由总机构来进行 叫做汇总清算 然后财政调库 所以这样的基本原则 它的这个适用 是适用于跨省市的 总分机构 而这个分机构呢 它针对的应该是 有叫做生产经营职能的 二级分支机构 有的时候二级下面 可能还有三级四级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 是吧 咱们的这个现在这种物流公司 我们的这个通讯公司等等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是二级 二级分支机构 作为我们所说的分支机构 下面要是再有三级 以及四级五级以下的这些 咱们都会总到二级 好的 现在我们主要就说一说 关于这个总分机构 总好说了 是吧 分指的是有这个生产经营职能的 二级分支机构 那他们怎么来实施 各自的分级管理就地预角呢 好 汇总纳税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叫做汇总清算 汇总最后全年的 解锁的税是两千万 那各自在各自的所在地 它是要分别来交的 总机构先分摊其中的 百分之五十一半 那就是一千万 而这个总机构的一千万呢 你在入库的时候 那就应该是一半归中央 一半归地方 所以在入库的时候 各百分之二十五 是吧 分别进了中央库和地方库 那在这呢 我们和前面咱们所提到的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这个叫共享税 共享税 它的共享比例呢 一般应该是中央拿大头 百分之六十 地方是百分之四十 而这个总分机构这说的是 总机构的 总机构负担的这百分之五十 是各自一半进中央和地方库的 那么分支机构呢 分支机构 它分担了另外百分之五十 但是它可能有多个分支机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分支机构 它要是就有一个 那好说了 但是分支机构 它可能有多个 ABCD 在多个省 它不可能有好几十个 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嘛 所以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了 那个分支机构 假如说它是有四个省的不同的分支机构 那分支机构总共负担了这个 总的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五十 那各分支机构它分别负担多少呢 这个你不能说 把一千万是吧 除四 这不是平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涉及到了分支机构 它分摊这个税款的计算 那么分摊当中 我们是要找三个因素 然后对应这三个因素 有三个不同的权重 而这三个因素呢 这可以作为选择题啊 营业收入职工 薪酬以及资产总额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三个因素 咱们在前面 像税收优惠里面 提到什么呢 提到这个小型威力企业的时候 是吧 也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但是那个呢 是威力的所得额 小型的资产和人数 那这呢 说的是 叫薪酬 不是职工人数 是职工薪酬 然后资产总额和营收 那么对应的这三个 这个因素 它们的权重呢 是不太一样的 资产总额 是权重比例最低 30% 另外两个呢 那都是35% 所以35 35和30 那这样的话 它们按照各自的权重 然后呢 和三个因素 对应的这个算出来 分摊比例 然后我们来进行计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它的计算公式 那刚才所提到了 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的 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是吧 是总税额的50% 好 那这样呢 在整个的 这个分支机构分摊的 全部税额当中 某一个分支机构 某一个分支机构 就是二级机构 那它要分摊的是多少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1000 然后乘一个百分比 那这百分比又怎么算呢 就是按我们刚才说的 三个因素 对应着三个权重 那确切的说呢 就是在营业收入这儿 该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 在全部分支机构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权重 0.35% 在这个职工薪酬这儿 也是它的职工薪酬 占全部分支机构 职工薪酬的比重是多少 然后有一个权重系数是0.35% 资产也是 它的资产 占你分支机构 全部资产的比重是多少 然后乘一个权重系数0.35%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一个 关于某分支机构分摊的这个比例 按照三个因素和对应的权重 算出来比例是吧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分支机构分摊的税额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用刚才上面所提到的公式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假公司 是吧 它总机构设在一个某大城市 另外呢 在三个省分别设立了二级的分支机构 那告诉你某一年 它的第一季度该按季度预缴吗 这个假公司总共应交的企业所得税应该预缴的是2000万 那整个的分支机构要负担的呢 是2000万的多少 50%是吧 好那这个某一个分支机构 比如说这是A省的 二级分支机构 那它应该负担的这个1000万 1000万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那我们就要看 它的营收 占整个营收的比例 然后乘以0.35% 它的职工薪酬 占整个职工薪酬的比例 乘以0.35% 它的资产总额 占整个资产总额的比例 再乘以0.3% 所以这样呢 我们通过三个因素和三个权重比例 分别算出来的 那就是三因素和对应三个权重的比例 算出来的17.6% 好那A省的二级分支机构所负担的所得税 那就是全部的50% 这应该是由三个分支机构一起负担的1000万 那么属于这个1000万里面呢 它负担17.6% 176万 就这么来计算的 不过这样的问题呢 在我们可以说 近十年的考题里 都没有出现过计算性的 那去年呢 在这出过近十年当中的第二次 那就是一个选择题 问的呢 就是关于跨省市的总分机构 是吧 他们预缴税款分摊的表述当中 谁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这里就提到了一个A选项比例 分支机构应该分摊的 是总机构总税额的多少 50%不是40 跟比例有关 另外你看咱们的D选项 按照上年度分支机构 有什么呀 三因素 营业利润 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 是营业利润吗 不是 是营业收入 所以作为多效选择题 如果我们已经把A和D给它排除了 如果中间那个也没有复习到 但是呢 已经答案就选出来了 那就是排除法 它能够解决单选题 实际上也能够解决多选题 所以B选项 它的说法是 当年新设立的分支机构 从设立的第二年起 才开始参与这个分摊 第一年你不参与分摊的 另外呢 当年要是撤销的分支机构呢 从你办理注销之日起 你就不再参与分摊了 所以这样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好的 那在有关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中 我们还提到了合伙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那我们知道合伙企业 它的生产经营所得 它的其他所得 是吧 在合伙企业这呢 是采用什么方式呢 叫做先分后税 是吧 先向各个合伙人来进行分配 然后由各个合伙人来交他们各自的所得税 那这样的话 和咱们前面讲的 这个企业向投资人来分配是不一样 如果说你是一个法人企业 那有投资人 那我们一定是先交完企业所得税 再向投资人分配 那叫先税后分 因为这是合伙企业 所以我们是先分后税 那好 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先分 分 怎么分啊 这个作为选择题了解一下 分配的顺序 它是不能够颠倒的一个次序 现在叫做协议约定 是吧 协议要没约定呢 那你就合伙人商定 没商定就是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什么都没有才是平均分配 所以平均分配是最后的选择 那不能够说一上来就平均分配 一开始呢 还是应该按协议 好 这个注意选择题就行了 那当然先分完了以后 该交税了 那到底交什么税啊 到底交什么税 那就看合伙人的性质了 合伙人是自然人 那就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里面呢 有一个叫经营所得 那要合伙人是法人或者组织呢 合伙人去交他的企业所得税去 假如说这个合伙企业 它存在了这种 就是经营当中的亏损了 那我们说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它是法人或者是组织 那合伙人在计算期 应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你不能说把合伙企业的亏损 搁到我这来进行弥补 那不行 先分后税 所以这样的顺序我们清楚就行了 好 在征收管理里面 咱们还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就是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 和所得信息的管理 咱们这些居民企业 那你可能就是纯粹的内资企业 股份制企业 或者说呢 你本身就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的 外国企业合资企业 它按照税收的要求来讲 是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居民了 那我们说这样的居民企业 你要有境外的投资 有境外的所得 那都要根据我们这个公告 来统一这个规范 进行境外的投资和信息 内容和方式的报告 那这样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 这种谁需要来进行提供报告呢 比如说居民企业 你成立 或者说你参股 外国企业 你设立也行 或者说已经有了 你参股也行 或者说居民企业 你是处置 处置已经持有的外国企业的股份 或者这个有表决权的股份 这样的都是需要进行这种信息报告的 填这个信息报告表了 那这样的信息报告表 它有一个叫比例的要求 比如说你直接或者是间接拥有外国企业股份 或者有表决权的份额在10% 所以10%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比例 10%以及10%以上 好 那么在这个10%的这个画的杠杠前提下 那假如说你原来是不够10% 你现在呢是够了10%了 你也要填这个信息报告表 那如果说你原来是够了 现在呢你又不够这10% 你也要填 所以跟这个10%的持股比例有关的 那么都要进行规范的叫做 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它的填写 好 一般了解的内容 好 最后呢 咱们提一下 关于这个征收管理当中的纳税申报表 这个不会在我们考试当中出现 一般了解的 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纳税申报 其实主要就是在表上来体现它的有关的相关信息 以及我们讲的这些政策规定都是在表上 那咱们在教材的244页 展示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A类的是一个年度表 而且呢就这一张主表 实际上它应该还有30多张副表 没有在这体现出来 那么这张主表呢 它是以38行作为结构的 那我们了解一下是吧 38行实际上就是四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咱们在讲课当中给大家展示过这个利润总额 那就是利润的形成 因为咱们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来进行纳税调整的 所以这个利润总额是按照我们会计上的那个利润表 损益表来这个相关信息来填写 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 所以呢出来了叫做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调增的调减的 好那再往后呢 那就是要有应纳税额的计算了 最后它还有附列资料 好结构知道可以了 不过这张表呢 其实现在也已经有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实物当中用的表是36行表 那确切的说是从2020年起使用了36行表 跟咱们书上说的38行表相比呢 那就是少了两行啊 那个附列资料这两行没有了 好的那到这为止 我们的企业所得税 那一共呢是八节的内容全部介绍完了 可以说它和我们前面第二张增值税 是我们整个现实生活当中 税法实体法体系里面两个并列的大税种 也是所有的生产经营单位 其他组织必须要考虑到的 两个并列的大税种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每年综合题必须要出现的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两个同时的大税 所以在企业所得税中 我们学习的时间 咱们讲课的这个时间 和增值税相比呢略少了一点 但是它的内容确实也是不少 最后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一下 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本章需要掌握的非常多 像企业所得税 各类纳税人的税率 因为税额计算 单选题也好 计算问答题里面考到这个 非居民企业 是吧 跨国纳税人也好 那像我们的综合题里面 考到各类纳税人也好 税率都是不给的 另外 那我们在收入里面提到了 叫做一般收入那九项 资产处置的 非货币资产投资的 什么不征税免税收入 这都是各种提醒命题的考点 至于说 在所得额当中 所提到的扣除 是吧 而且呢 是有限额标准的 那个扣除 其实有八项 但是呢 真正我们跟考试 有关系的是七项 特别是前面六项 三项经费 招待费 广宣费 利息 这个几乎是 年年考试 都是要涉及到的 所以要全面的掌握 另外 不得扣除的项目 我们不仅要知道有九项 还要清楚呢 它可能涉及到 咱们的一些纳税的调整 比如说 所得税的税款 是吧 不管是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你不能在所得额里面 再进行相应的 单独的税额扣除了 那比如说 我们的 制纳金罚款 以及这个 什么非广告的赞助支出 是吧 这些不能扣除 还有呢 未经批准的准备金 以及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等等 好 关于亏损弥补 它的综合题的运用 主要是后转五年补亏 而固定资产和 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 在综合题里面 我们也已经都给大家讲过 而且举过例子了 那在解锁的税的优惠政策中 普遍性的 有普惠性特点的这些优惠政策 综合题里用到的 肯定都是一些 跟数字有密切关系的 像什么 技术转让所得 像这个加计扣除 今年加计扣除还增加了两项目 像这种叫税额抵免 购买专用设备的 按投资额的10%税额抵免 都非常重要 好 那在所得额已经全面的 把要点 把政策把握的基础上 税额计算呢 那就是结合着会计的利润形成 结合着我们税块差异的调整 结合着税收优惠 以及结合着其他税种 所以 话章节嘛 它有其他税种 当然也不排除 像这种重组业务 个别年份里 它会在综合体力 但是重组业务多数的情况下 还是在选择体力 所以咱们熟悉 重组一般和特殊税务处理 熟悉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它的判定标准 以及这个境内所得 在我国需要交税 那是针对这个居民和非居民 是吧 境内所得都要在我国交税 什么叫境内所得 所得来源地 那总而言之 这一章确实内容非常多 咱们在把相关的内容 这个课程听完了之后呢 那一定是要做一做练一练的 所以我们手中的经典题解 那上卷的打基础 下卷的做习题 那加起来上册下册 加起来的总的题目 那就是一百多道题呢 所以大家在学习知识点的同时 在做相应的练习 能够巩固我们相关的内容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把握 企业所得税的税法规定 和考试的命题规律 好的 那我们到这儿为止呢 企业所得税介绍完了 和前面的增值税 和前面的消费税 那如果说加在一起 再加上我们第一章 那我们这四章的内容 别看只是四章 它实际上呢 已经在我们考试的分值当中呢 占到了差不多一半的分数了 这样呢 两个综合题的大题 都出在我们前四章里面 所以在前四章的学习中 大家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一边学呢 我们也可以一边的进行归纳 是吧 否则的话到考试时 容易有一些知识点 零散的是吧 这种碎片的 你就会给忘记了 所以在学习的同时 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归纳 不断的提高自己 好的 我们第四章解锁的税法 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